保罗达帖撒罗尼加人前书 第一章 保罗、妻妻、提摩泰、写信给帖撒罗尼加 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女的教会 愿因为平安归与你们 门徒深信福音得蒙圣灵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被上帝所爱的弟兄 我知道你们是蒙简选的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读在乎言语 也在乎权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规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 已经传阳出来 你们向上帝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规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 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离弃偶像归向上帝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 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第二章 保罗在肥立比受欲被害 弟兄们 你们自己愿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图然的 我们从前在肥立比被害受欲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 还是靠我们的上帝 放开胆量 在大争战中 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 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谓 也不是用鬼诈 但上帝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 察验我们心的上帝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浅味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上帝可以作见证的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 全心温柔 如同母亲 与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 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 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腾爱的 保罗的辛苦劳碌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作供 全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虑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结 公义 无可指责 有你们作见证 也有上帝作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祝父你们各人 好像父亲 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 那照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上帝 门徒忍受本地人的苦害 为此 我们也不住的感谢上帝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 上帝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上帝的道 这道实在是上帝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 心中 弟兄们 你们曾效法犹太宗 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的各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又把我们赶出去 他们不得上帝的喜悦 且与众人为敌 不许我们全道 给外邦人 使外邦人得救 上上充满自己的罪恶 上帝的愤怒 临在他们身上 已经到了极处 保罗以门徒为荣耀 帝兄们 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 是面目离别 心里却不离别 我们极力的想法子 很愿意见你们的面 所以 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 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 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暂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喜乐 第三章 保罗因门徒稳固 感谢上帝 我们既不能再忍 就愿意读字 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 在基督福音上 作上帝执事的提摩泰前去 坚固你们 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 劝慰你们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遥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为此 我既不能再忍 就打发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有惑人的 到底有惑了你们 叫我们的劳苦 归于图然 但提摩泰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 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报给我们 又说 你们尝尝纪念我们 切切的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 恩着你们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上帝面前 恩着你们甚是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上帝呢 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 要见你们的面 保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代门徒祷告 愿上帝我们的父 和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 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 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上帝面前 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第四章 圈门徒苑被淫行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我们靠着主耶稣 求你们 劝你们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样行 可以讨上帝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 现在所行的 更加勉励 你们愿晓得 我们凭主耶稣 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上帝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淫行 要你们各人晓得 怎样用圣洁专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 的邪情 像那不认识 上帝的爱帮人 不要一个人 在这时尚月份 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 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又切切祝福你们的 上帝照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蔚 乃是要我们 成为圣洁 所以 那弃绝的 不是弃绝人 乃是弃绝 那次圣灵 给你们的上帝 蒙上帝教训 彼此相爱 轮到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 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 上帝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向马其顿 全地的众弟兄 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 要更加勉励 又要立志 作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亲手作功 正如我们 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叫你们 可以向外人 行事端正 自己也就 没有什么缺乏了 为信徒 死了的安慰话 轮到碎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 不知道 恐怕你们 忧伤 像那些 没有指望的 人一样 我们若信 耶稣 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 在耶稣 里 睡了的 人 上帝 也必将 他与耶稣 一同 带来 我们现在 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 一件事 我们 这活着 完全留 到主 降临的人 断不能 在那 已经 睡了的人 知先 因为 主必 亲自 从天 降临 有 呼叫的 声音 和 天使 掌的 声音 又有 上帝的 号 吹响 那在基督 里 死了 的人 必先 复活 以后 我们 这活着 完全留 的人 必和 他们 一同 被提 到 魂里 在 空中 与 主 相遇 这样 我们 就要 和 主 永远 同在 所以 你们 当用 这些话 彼此 劝慰 第五章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铲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你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 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 我们 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紧守 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 但我们 既然属服白咒 就应当 紧守 把信和爱 当作护心镜遮胸 把得救的盼望 当作头盔 大赏 因为 上帝不是预定我们 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借着我们 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 无论 醒着 睡着 都与他同活 所以 你们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 素常所行的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免力灰心的人 扶在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也要向众人忍耐 无以恶 报恶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恶 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乐 不注的讨告 凡事借恩 因为这是上帝 在基督耶稣女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察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 要禁戒不作 愿此平安的上帝 亲自使你们 全言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与众弟兄亲嘴闻安 毋要圣洁 我指着主祝负你们 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